9.47分回到台股线上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刚刚的买单介入2421 在今天见准的部分 你看这个股价持续在往上来狂飙 目前这个涨幅拉升到了4个百分点以上 还在往上挺进 股价126块钱了 2486刚刚提到的一拳 一拳在今天的涨幅更多 7.4% 63.7块钱了 现在这段来看的话 在6139的亚乡 刚刚也是由黑翻红 慢慢在往上垫高当中 来到210.5块钱 涨幅1.4% 就是在刚刚有大单介入的一些个股 提供给大家来做个掌握 那么在今天整体的强弱势个股 稍微表现比较弱势一些些的 大家来看还是查 就是2356的音业达 不过音业达现在好像没有再往下破低了 慢慢往上来收缴 59.5块钱 230的光宝科 在今天股价也是稍微比较走软一些的 上周有一点表现 2323的光环 在中环的部分 在今天是一个下跌的格局 12.45块钱 跌幅1.5% 今天中环表现稍微比较疲弱一些些 2303的联电 受到成熟制程相关消息的冲击 在今天联电的表现 也是比较乏善可乘的 51.7块钱左右 那么回到指数方面慢慢的往上来拉高当中 现在来到了2211点 是小跌了17点左右 那么今天整体的盘序如何来看待呢 发现说今天跟这个COA是相关的一些化工族群 表现好像还不错 那么有没有机会轮到他们来做这个表现呢 持续的往上来攻击 会有延续力道吗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 环环头部的分音师范振宏 老师早安 又要早 欢迎好 大家早 好 是我们来解读 今天在这个整体的加权指数 好像在原地踏步 虽然说好像这个慢慢的往上 可是靠近平盘附近稍微久一点 卖压就会涌现 那么今天很明显呢 在这个之前大家说的一个红海 今天的表现稍微比较脾弱一些 但是没有跌很多 维持在平盘附近 可是呢盘面上 这个2356的英叶达 早盘到现在为止 这个跌幅好像没有办法 这个往上有效的收敛 现在还是跌了将近快要三个百分点左右 咱们来看看今天一些 这个大型的全值股啊 全值比较重的一些 好像表现都不是很理想 那么相照来说 是不是中小型 甚至是在低价股的部分 在今天是不是就有表现了 好那其实今天盘式来看的话 我觉得算蛮健康 虽然说指数目前是跌的 那贵买指数也是小涨而已 但是呢 其实整个涨跌加速来看的话 加权指数 涨加速下是618加 跌加速408加 所以整体看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全值休息 然后前进中小 其实这反而是对于 投资人手上的 这种中小型股的轮动 其实反而是比较正向的 所以整体看起来 我觉得盘式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贵买指数的时候 也是一样 虽然说最近不像家人指数 要有创高 但是持续的增长整理 其实让资金 从ETF这边的买盘 钱流出来之后 这些中小股 我觉得都是正向的一个循环 所以再从这个 多共有加速比例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整个多共有加速 其实是有机会 转线多共有加速之前有说过 虽然说指数没有 但是是死亡交叉或转弱 但是在上周五 是有出现转强的状态 那今天是目前是有机会 出现这个黄金交叉 可能就看后续这个盘式的 这个走向 跟轮动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长线多楼加速 也从下降转为上升 所以我觉得 从这几个指标来看的话 我反而认为说 指数在接下来 因为涨多了 那或许就是 持续的震荡整理的话 其实反而是 会更为有利 这些中小型个股 去转为这个攻击的 然后当然说像2317的红海涨多了 转线说真的是 真的是涨蛮多了 因为它从100块涨到148 其实也涨了40几%了 所以等于说 转线我觉得 进入一些休息整理 我觉得也算合理 那更有助于说 从全职的钱 流出来到从小辛苦 那至于音业达部分呢 其实不管是音业达 或是光宝科 虽然说它还是有 重新受到这个AI 这个GDC大会的这个利多 不过 从这个估值来看的话 还是必须说他们的估值来讲 其实都还是有 比较偏高的一个风险 那当然说像 2308的台达电 那今天算是说也是跌 但是现行维持的 算是比光宝科强势 那当然说 它也有接近上云的风险 但是不至于像光宝科 这么 就是这个相对来说 压力相对来说 没那么大 那我是认为说 整个电源供应器 相关的这个供应链 在这个NVIDIA的 这个新的伺服器 GP200后续这些东西 其实最主要收回来 是台达电跟这个光宝科 那当然就变成说 市场的机会再去调高 他们的评价 让他们股价有更大的 上涨空间 在这个光宝科的部分 博老师 最近在机器人概念 尤其是这个黄仁星 这个后面一字排开的时候 那个画面 还是震撼很多的投资人 所以在近期来说的话 包括今天呢 这个2359的索罗门 它依旧是工上涨停板 你看看呢 从上个礼拜开始表态之后呢 哇 连续1 2 3 4 5天 都是往上来攻击的 今天最高来到65.5块钱了 好 大家说索罗门 这样子涨 看到也会有点怕怕的吧 而且呢 想买的确也是买不到 如果说机器人概念 会持续来发射的话 有没有其他个股 可以来参考一下呢 好 那其实我还是要讲了 就台湾的机器人概念 股间上跟黄仁星 所分享的这个机器人 AI机器人 基本上还是有一段差距 那当然说 转线有一些题材力 都去带动的话 那当然说股价呢 会有资金去做追捧 但是可能就是 要留意一下这个 可能比较偏向短线筹码 所以连续大量之后 可能要注意相关风险 那只是跟着机器人概念 鼓起动的 还有亚德克上瓶 还有值得 这几家工具机场 那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主要的机器人概念 其实主要在于 这个工厂不动化 相关的受惠 那工具机部分呢 上瓶跟亚德克 基本上他们本身是受惠 他们今年的景气 他们的工具机的景气 即将落地 然后下半年走复苏 明年目前市场是 看回复成长 进入上新的上升周期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 关注工具机相关的 这个后续的复苏 跟成长力道 反而会比较 会有利大家一些 因为他们是有 基本面去做支撑的话 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供电的部分呢 继续请教一下老师 在最近这个重电族群 大家说好像是轮着涨 之前是华城领军 那么在华城的部分 今天表现也不弱 它又涨了5个百分点 来到750块钱了 之后呢 在1503的市电 现在被处置了 在监视电呢 稍微这个涨幅 就没有这么多 不过也是不错的 1513的中芯电 在今天呢 这个同步也是往上来涨的 大家说现在是不是 都要看中芯电 好像它的这个现行 也算是蛮稳健的 而且也没有被处置嘛 在重电的部分 还可以在 这个积极的抢劲吗 老师怎么来建议呢 这个其实有分享过啦 就是重电呢 基本上他们目前就是 已经把今年获利 其实反映完了 然后当然说像华城 跟这个市电呢 还有中芯电 他们是有在进一步去 上修今年获利的机会 所以股价当然自然得到延续性 不过就变成说 就是上修 当然说正向看待 只是说变成要不要追价 这个短线可能就是 要另外做 做另外一个方面的思考 因为毕竟有上修 贵有上修 但是等于说 上修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呢 可能短线还是比较容易建高 那如果说 短线大家真的想要去做追价的话 我是觉得还是可以 因为毕竟他们是趋势上的股票 所以等于说 就是大家可能是找成 时日线或月线去当防守点 再去做抢劲的话 其实去做个保护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因为毕竟 我自己是看好重电 其实是接下来几年的 成长状况 那特别像华城跟这个试店 又有美国的这个变压器订单 所以整个的PE在持续的 就是过去来说 其实是一直在持续做上修的 所以等于说 整个族群就是持续正向看待 只是变成说 如果你是比较偏动能派的 可能就是去做追价 然后守防守点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偏向说 目前可能涨多了 那你要等压回的话 可能就需要点耐心的 那么修正整理之后 再去做布局就比较安全 好 就是在郑恒老师的一个解析 我们非常谢谢郑恒老师 那么来另外关心的到是 中芯店现在股价还在持续的电高 来到187块钱了 好 除了这边这个重电之外 2515中工的部分 在刚刚也有买单来介入 那么现在来到13.4块钱 这是比较低价股 今天陆陆续续也开始有点活蹦乱跳了 6284在今天加帮的部分 更是由黑翻红 现在持续的往上冲刺当中 来到90.2块钱 那么涨幅已经逼近半根停板左右了 可以看到在2382的广达 广达刚刚也是翻红演出 那么现在小幅度的在往上来微调 那么现在涨幅来到了0.5%左右了 就是在盘面上个股的一个最新变化 另外在指数方面 同步的往上来稍微定高一些些 来到2212点下跌了16点左右 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族群解新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